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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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专业 有人说 只是专业性差的话 应该不至于如此 一些演技派的姐姐 唱歌跑掉啊 王心灵在浪三的时候 经常跟老师学 专业性一点也不差的情况下 依然如此努力 这个敬业的态度 获得大家的认可 有人说 他这样努力 是为了热度而已 就算是为了热度 人家的努力 是不是真实的 也是因为这样努力 才获得了冠军 再说王心灵需要热度嘛 她是甜歌女王 在演唱甜歌的时候 那个感觉 好美 徐怀宇的实力 也不差 但在浪姐寺的表现 有点差强人意 有人爆料说 她没有参加浪姐的训练 而是出去商演 离舞台秀 只有两天的时候 才回来的 准备不足 导致了舞台上的表现 太差劲了 明明是一个唱跳俱佳的人 偏偏在舞台上安静地唱歌 浪姐的舞台 要么情怀 要么动感 而她 哪一样也没有沾 没有好的舞台表现 自然不会获得大家的认可 评委们的赏识 徐怀宇的心 不在浪姐的舞台上 她可能是觉得 语气在浪四打拼 不如多接商演 所以才导致了 当下的尴尬状态 有人说 徐怀宇有点短视 才这样的 也有可能是 她这些年的心酸 让她选择抓住 一时的利益 才导致的 不过她在舞台上的不自信 是她这些年心境的体现 当然 还与她的格局有关 有人说 格局大小 决定走得远近 每条大路通罗马 但眼界可以决定路程的长短 这样说 是有道理的 浪三里的王心灵 在舞台上 展现出光芒 她那个状态 丝毫没有似时的样子 她在网络上的评价 非常好 王心灵 是80后的梦 她的眼神里 依然那么清纯美丽 短视频里 很多人喜欢看她演唱爱你的视频 看到她 仿佛回到了之前的时光 她在浪姐的舞台上 展现出来的 让大家欢笑 徐怀玉呢 她在浪四的舞台上 没有精彩可言 要是演唱我是女生 说不定会更好 但她没有 不仅没有 还出去街上演 不尊重舞台 不尊重评委 这样的格局 还是小了 有人说 可能是知道 会很快离开浪四 所以趁着有热度 赶紧捞一步快钱 如果是真的 格局小事 无庸置疑的 演员也好 歌手也好 要风物长一放眼凉 只看到眼下 会丢西瓜的 见到的是芝麻 芝麻 很快就会吃完 之后呢 格局小了 自然难以长久 她在娱乐圈的地位 真的是江河日下了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的 5月5日 浪解四正式开播 这部以平民天后 为卖点的选秀节目 播出后迅速 引起了大众的 关注和热议 然而 选手徐怀玉 却遭到了节目组的 冷落和打压 引发了媒体的 一系列报道 和网友的吐槽 为什么节目组会采气 徐怀玉 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通过深入调查分析 我们可以一探究竟 徐怀玉 是历经坎坷后 被认可的歌手 她被唱片公司隐瞒多年 直到她的歌曲 后来红遍大江南北 才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在浪解四中 作为曾经的不依女王 徐怀玉 是节目组 非常看重的选手之一 不过 随着节目的播出 徐怀玉 逐渐感受到了 她在节目中的低位论 首先 徐怀玉和陈一涵 在出场时 被节目组联合介绍 这与其他参赛者不同 光是介绍 就说明这个人很重要 只是这次徐怀玉被拖了 其次 在演唱环节 节目组没有为徐怀玉 做前缀镜头 这也让徐怀玉非常不满 再次 徐怀玉的演唱 被节目组言成 后期也没有任何声音修饰 而其他选手 则可以借助后期技术 修复自己的表演 使其更加完美 徐怀玉的表现在 其他球员中垫底 可是 节目组为什么要对徐怀玉 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有分析认为 节目组的做法 是为了打压徐怀玉的付出制 在长沙集训期间 徐怀玉总是为了公演 而四处奔波 并没有像其他球员 那样专心训练 这也导致了 他和球队之间缺乏默契 为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节目组采用了这种方式 来警告他和齐 或许是因为节目组的警惕 徐怀玉在随后的表现中 也有所进步 他开始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锻炼和训练之 也努力与其他队员 建立更好的默契 在随后的比赛中 徐怀玉的表现有所提升 不少球迷都表达了 对他的支持和鼓励 不过在这个话题中 还有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那就是徐怀玉自己的态度问题 徐怀玉来浪解释 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也不是为了成为 单打独斗的球员 更多的是为了抢占话题 让自己留在大众视野中 这也是他之前参加上演的 原因之一 然而 这种功利主义不仅会影响他的发挥 还会让节目组感到无奈 最终导致他在比赛中失利 在这个问题中 我们要思考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那就是参赛选手 为什么要参加节目浪解释 是证明自己的是抢华题 还是享受参加这个节目的过程 艺术家的初心 始终是一个难以释怀的问题 或许徐怀玉只是一个例 也或许他代表了更多的选手 让人们对选秀节目的认知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因此 徐怀玉的故事不应该简单的看成是一个人的失败或无奈 而应该看成是一个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这既是节目组告诫球员的一种手段 也是徐怀玉对自己志向的反思 也是很多球员对于参加选秀的初衷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到更多的问题和情感 同时从中得到启发和反思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